好 駕駛狂催油門在遠景的指引下 左邊右邊都測試 但還是不行 車輪卡進爛泥中動彈不得 遠景在喬另外一個角度 好不容易前進了 但是 70度的泥泥朵坡 加上地上長滿勤台駕駛拼命催油門 還是只能再次原地不動 發出陣陣白煙 台中一名蘇姓男子 在法國級有人要前往札一大浦鄉 尋找神秘瀑布目的地是葫蘆谷 但導航卻把他們導進中浦鄉的藤寮 舊部落 越走越偏僻 發現走錯路時已經回不了頭 受困在神山中長達兩個小時 因為看那個路 沒辦法使用那個拖吊車前往救援 只好以人力 以那個就地取材的方式 用石頭 然後一步一步 慢慢的將 將那個車子移到那個平面道路 最後在原己的協助下 就地取材 用石頭慢慢駛上路面倒車 約一公里 才將車子開到平面道路上脫困 導航變迷航的事件頻傳 建議駕駛出發之前 還是得先做好功課